台北捷运石排站上午传出了一起意外 这是一名年约40岁的伸张人士 不明原因坠落轨道 惨遭了捷运列车从身体碾过 警销道场这男子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不过事后根据家属还有捷运公司的说法 这名男子并没有任何寻短的迹象 疑似是因为电动轮引突然失控暴冲 才会导致意外发生 老父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不敢相信儿子白天才刚出门 要达捷运拜访朋友 却坠落轨道惨遭列车碾 轮椅被列车撞得七零八落 40岁的谢信男子当场死亡 几家人员拉起封锁线 处理现场还用白布遮掩 上午10点多男子坐着电动轮椅 独自到石排捷运站搭车 在列车进站前却突然加速冲过月台 连人带车摔下轨道 疑似是电动轮椅失控暴冲 突如而来的意外 下坏附近不小乘客 家属表示 死者生前完全没有寻短迹象 小部分的故障 那使用者本身在一开始 他转动不了 没办法启动 那他可能会他的摇杆 会推到最前方 那当这个时候如果说 那个机械他恢复到一个 正常的能量的时候 他会瞬间的就朝这个方向冲出去 专家表示电动轮椅设计 有两道安全机制 一个是控制盘的安全锁 没有解锁车子无法移动 加上离合器若没有放开 轮胎也会自动卡死 要发生暴冲几率 几乎不可能 怕说技术不好 操作不良的话 可能一转身就会往K轨 这样 10天前同样发生落轨死亡意外 建议表示将尽快设置月台门 避免再次发生不幸意外 中文新闻 越南周旅游戏委员主观站台北报道